当了这个两性专家之后呢 其实刚才听到那个齐芳的故事 有关于贩卖那个情趣用品的这一个方面 我觉得在台湾很多人谈到性 还是会用非常有色的眼光去看待它 那其实这个地方是 我认为是需要去提供一个专业的知识 一个很健康的管道 跟大家去聊这件事情 那其实在担任两性的作家以来 我发现很多读者真的会 会觉得说其实性真的是 两性当中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议题 很多男女朋友或夫妻 他们就是有口角或是哪里瞧不好 可能就是房间里面事情瞧不好 可是他们不敢讲 那因为我的老公是美国人 所以当初我在从美国到台湾 我就一直在YouTube上面 可能就是会跟我老公对谈 一些关于性的这个部分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的读者也很爱护我 他们都很愿意去听我讲这方面 那我一直认为我自己在讲性这个事情 我就是觉得第一个一定要专业 你的知识 因为传达知识需要有专业度 第二个这件事情一定要有足够的幽默感 而不是就是正经八百的讲 因为我发现其实正经八百的讲 其实大家比较会觉得就很无聊 那还不如看A片 因为A片就比较有趣是不是 所以我在讲性这件事情 常常就是会用一些很幽默的一些比喻 譬如说有一次有一集影片 就跟大家在破除说 有关于女孩子下半身 他们就会觉得女孩子下半身 颜色叫粉红色 才就最漂亮 那他们就会来问我 那为了要破除大家这个迷思 我就会套句以前邓小平的名言 就是管他是黑猫还是白猫 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那我就会说管他是黑包还是粉红包 健康好用的就是好包包嘛 对不对 大家不要去 对对对 对对 去比Care下半身的颜色就是健康 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大家就会觉得 笑什么 笑什么 我一直想要看这哪个已经开始在 非常多 鼻血要流出来了 预防武汉危险 好这样的方式 让大家就更能一目了然 所以后来我发现为了要 就是传达更好的这个知识给大家 所以我就去警修 然后有拿到就是性咨询师的一个证照 是有性咨询师的证照 这不多 对其实这不多 因为其实坦白讲 国外的可能都会比较多 那华人的这个地方反而会比较少 那于是也开了就是线上 一对一的那种咨询的付费的服务 一对一 对一就是用视讯 这样的服务 那对方必然是男生吗 男女生都有 那有些的话都是会 就是他想要面对面 跟你咨询有关于两性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你在打字的时候 坦白讲我必须要知道一下 你跟这个对方 你的交往的一些历史 对我才会知道一答一问 才能够理得出头绪 那没有想到呢 其实本着就想说 让我的读者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 没想到呢 因为性这个地方 反而会让很多的男生会认为说 这样子的话 好像就把我当成0204 你知道吗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来预约 预约的时候 预约的话当然就是跟你开视讯对谈 刚开始的时候 讲讲说老师就是一定会 先装可怜嘛 就硬不起来啊 就是有问题啊这样子 那我都是会认为说 你这样来找我就是好好的 就是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嘛 讲没到几句他就会说 不然这样好老师 你要不要叫个两声 叫个两声让我如果会变硬的话 表示你的就是有效 很坏 对 那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 出奇 层出不穷啊 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子真的不是 不是个办法 那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 怎么会是有人会这么无聊 可是确实是有 后来就是请了一个助理 帮我过滤一些讯息 那在接受一些咨询之前 就是要 就是要有个同意书这样子 那再加上其实 我觉得台湾的这个社会对性 不管怎么样跟国外比起来 还是封闭的 所以说其实在网路上的一些 YouTube的这个影片当中 一定还是会有酸言酸语 第一个他会把你想成 就是不震惊的女生 你就是不震惊 或者是说就是你就是 你在房间里面 你有太多心得感想 你都没有 就是说自己都不想要藏私 还要在那边大放绝食 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所以就是会有一些 那个酸言酸语的一些评论 给大家来开开眼界 欣喜娃很呛的 可是我会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觉得面对酸言酸语 我心里都会认为 第一个我已经司空见惯 第二个是 我一定要告诉你 你今天你敢来呛我 或是来酸我 没关系 我觉得我用正能量 把你给击退 所以说我有一些些方法 看一下 对 好 这个是有人来呛 对不对 很显然你就是欣喜娃就是在讲一些男人爱看爱听的干话 然后藉由充点击率 差 要不照镜 要不要照镜子一下 长这副德性 我都应用不起来了 这很过分 对啊 那些过分就是买货了 他就说我长得很丑 你不要讲答案 好 没问题 OK 那极方如果是你怎么回 谢谢夸奖 他就长你你长这副德性 你还说他这人夸奖 你也不是要赞成他 我都跟我孩子讲啊 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 人家一直骂你 你就说谢谢夸奖 这真的够义 如果来 廖老师 这难的啊你 难的啦 男生他都应不起来了嘛 阮男呢 你本来就是阮男 如果这 我觉得你应该是说 阿弥陀佛 我会给他做法这样子 阿弥陀佛 看一下神奇亚 神奇亚的回答 差不多耶 天生软趴趴 还在那边找理由牵托 希望你的志趣 有超过胯下的三公分 你一看吧 反应好坏哦 就是一定要这种方式 刚刚的斗志 其实也是个乐趣 可是会不会越斗 他就越 不会耶 我跟你讲 大家 你只要真的呛出去 他们就叮叮了 真的没有人敢再讲 所以他们也怕坏了 这个一定是男生 你老公的羊距有多长 因为你知道我老公是外国人 也是会被调侃嘛 对 来 齐磊你会怎么回答 比你长 我没凉过 你的回答真的很像在跟他对话 我真的就是会 对啊 我没凉过 真的没凉过 神奇亚的老师 你有看过清明上河土吧 大概是那么棒的size 要接起来这样 很多这样 清明上河土还要接起来这样 对啊 清明上河土 都很长了好几个房间 对啊 其实那么长 其实可以放风筝 对 要讲这样子 对 好 那想跟大家继续 还有还有一个 谢谢分享 请问老外的鸟有比较好吃吗 你看也会这样来问吗 来 没吃过啊 不是 诚实的 不要 你好站在他们的角度去 回答这个问题 清明上河土是够专件 不是良心专 对啊 所以你专业 你真的比较专业 他比较实际 真的很实际耶 先讲说 有没有比较好吃 我不敢说 但每次都吃不完是真的 要发挥一些智慧 跟他们斗志嘛 蛮幽默的 好 那如果再跟大家 问一下 那你做这个 两性的吃玄这样开 因为要预约嘛 一对一 这样怎么收费 其实基本上就是 每个章节 每个40分钟 然后就收一个费用 可是基本上来讲 就像我知道说 第一个是台湾的 所谓的性治疗 或是性咨询 最有名的话 他们基本上 我知道他们的课程 都非常的贵 可是我会认为说 我想要提供的服务是说 第一个 你可能没有办法收到 这么高的费用 可是他们会得到一些 日常生活当中 会碰到的困扰 譬如说 我真的会有 姐姐或是妈妈 跟我咨询说 他的弟弟 或者是他的儿子 在正值青春期 拿他们的 私人的内衣裤 去DIY 那到底该怎么办 拿 拿姐姐或是妈妈的 对 姐姐或是妈妈的 私人衣裤去DIY 那这个东西 到底要怎么面对 他们要说破吗 还是说 要怎么样跟他做沟通 因为他们本身 会觉得不舒服 那你的回答 我的回答是 会跟他讲说 其实这个地方 第一个我会告诉他们说 其实不管是孩子 还是弟弟 男生在正值青春期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性幻想 他们可能需要一些道具 去让他们的性幻想 得到一些更多的发泄 或抒发这样子 那我会认为说 其实在讲的时候 可以在日常生活 谈话当中 是跟他讲说 弟弟或者是儿子 你知道吗 就是你会不会跟别人 共用你的牙刷 你会拿我的牙刷 去刷你自己的牙刷 刷自己的嘴巴 或牙齿 不会 那可能对他说 很恶心 他说对啊 那我就希望说 可能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的私密衣物的话 可能就是 当然就是不要共用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你老公对于你 做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他反而非常的支持 因为其实 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我老公 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有共同去主持一个 网络上面的广播节目 那我老公中文很好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 其实在这个主题上面设定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 一个是外国人 一个是台湾人 那又是老公跟老婆的身份 其实他觉得是可以用 夫妻对谈的方式去谈论这一块 然后把我们内心的OS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 所以他是很支持 很健康啦 对啊 其实我觉得不会赢会啊 对不对 对 然后那些男生就是 就是 混蛋 你们就是带着有色眼光 去看这件事情 其实他搞不好 只是想要引起你的注意 就是他特别留了一个 你如果只是留言说 谢谢分享 你可能只是给他按个赞 就不会有下文了